杨子身穿公主装出镜,头发全部盘在上面,盘成一个圆形状,并带着一顶皇冠,化身成白雪公主一般,清爽干练的盘发,高贵优雅的气质,看上去楚楚动人,落落大方的行为举止,也透着她灵动可爱的一面。 杨子身穿公主装,上一秒看着高贵优雅,下一秒就十分接地气,当她穿上这身公主装时,会发现她高冷的气质,让人有点难以接近。 她也是第一次扮演这样的角色,也是第一次以这样的造型出镜,当她自己看着这身造型时,也非常满意自己的颜值,表现得非常活跃和兴奋。 杨子穿上公主装,一路小跑在节目走动,并主动要工作人员为她拍照,看着她肉嘟嘟的脸颊,拍摄出来更加圆润好看。 杨子这样的颜值和形象,虽然算不上很好看,但是她身上有独特的气质,这种气质就是她的人格魅力。 杨子在娱乐圈一路走来,不是靠长相和颜值才走到现在,她靠着自己实力和个人魅力,让她获得更多的机会与资源。 从此,让她在娱乐圈奠定了地位,如今的杨子在娱乐圈中,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魅力,成为了娱乐圈炙手可热的明星。 不过现在的杨子,变得也越来越有自信了,在穿衣妆容上,也变得越来越有气质了。 以前她还未走红时,看着她的长相和颜值,感觉非常的普通,没有一点女人的魅力。 如今杨子的长相和颜值,虽然没有天生励志的容颜,但是后天的努力与自信, 让她越来越有女人的神韵。 现在的杨子穿衣更时尚,身材越来越苗条,上下身曲线比例均匀, 把她女人的一面展现得恰到好处,凸显出女人性感妩媚的气质感。 杨子这一路走来的过程,有过质疑,有过嘲讽,也有过心酸。 而她却一步一个脚印,用实力和个人魅力,证明了自己的蜕变与优秀。